上一部更新的吸血鬼片 还是两个月前的德古拉3D 今天艾伦的全样首发 带来一部1978年上映的 美国B级抗头片 玛丽玛丽血玛丽 超过年了 事儿比较多 这可能是今年的最后一期了 在这里 艾伦和艾维提前助我的 仪式父母新年快乐 要记得明年我们的200部 全网首发的约定哦 无肉之饭现在开始 一个电闪雷美的夜晚 一辆大众美包车 穿梭在家外的小树林里 慌慌悠悠的 引擎发出了叽叽嘎嘎的噪音 果然一会儿就歇菜了 泡沫在荒郊野外 开车的漂亮女孩慌急了 还好不远的地方 就是一栋老房子 她敲了两下门 大雨就如青岛下来一般 女孩吓得又去闸门 哎 原来门是虚眼的 管不了那么多了 女孩固头不固定地 冲了进去 在闪电的映射下 二楼窗后 一个人影一闪而过 房子好像荒废很久了 满是破败的家具和灰尘 楼梯口 一双男人的脚 也在缓缓地移动 她看到了一个电话 好家伙 吓死了人 她一脚就窜在了外面 跑到了附近的花房里 躲了起来 男人手拿电筒 慢慢地往里面走 女孩吓得不敢作声 脸色煞白 嘴唇都在微微抖动 男人还是发现了她 她样子也不像是个坏人 男人跟她道了歉 自我介绍她叫杰克 是一名流浪作家 她在搭车去墨西哥的路上 遇到了暴风雨 才不得不躲进了那老房子 女孩的心情渐渐平复了些 杰克说 她可以去楼上 让她在楼下休息就好了 看对方态度挺诚挚的 女孩就答应了下来 顺便把发簪插了回去 她什么时候拔的 我没看到 在这里是伏笔 外面雷声雨声太大了 女孩睡得很不安稳 她思绪恍惚间回到了前天 她叫玛丽 是一名小有名气的业余画家 在墨西哥的美国大使馆里 她认识了一位工程师 男人对她的话很有兴趣 但是很明显 玛丽对她来说吸引力更大 在去挂那幅画的时候 玛丽把项链中的液体 滴到了酒里 哎哟 有问题啊 凉弹挺热乎 玛丽建议那就举杯吧 男人却不小心打发了酒杯 玛丽心里一慌 想着给她去加一点 没想到男人另有塌法 玛丽也不好说啥了 一记不成 玛丽只能临时改变策略 变了女人最大的武器是什么 这男人陶醉的时候 玛丽偷偷的拔起发簪 一下子刺下去 男人鲜血狂拥 玛丽毫不犹豫的低下头去 大魁多意 她原来是一个吸血鬼 闪电打断了玛丽的回忆 看样子 我反而要为楼上的杰克担心了 果不其然 玛丽索性不睡了 走向了二楼 杰克已经进到了梦乡 玛丽在门口静静看了一会儿 却改变了想法 转身离开 与此同时 大使馆的谋杀案 引来了一个美国的探员 尸体上最诡异的是 他的血被人全部抽干 一滴都不剩 墨西哥的探员 仔细地检查了所有地方 唯独对了几幅画 好像并没有在意 第二天雨国天晴 在杰克的帮忙下 面包车也修好了 为了感谢他 玛丽决定带他一程 两个小年轻的课堂开始 一段血腥的旅程 也就此展开 片名深深来迟 玛丽玛丽 血玛丽 开过了关口 他们来到了墨西哥 沿途风景如画 眼前就是大海了 他们停了下来 几个本地渔民 在海里捕猎鲨鱼 其中一个受了伤 被人抬了上来 鲨鱼旁边 还有几个四脚朝天的海龟 杰克走过去 把他们一一放回了海里 杰克不光新好 还会做饭的 虽然只是简单的煮鸡蛋 在这么浪漫的海滩边 就在我想 两个人要不要来个 花钱月下 你农我农的时候 这杰克却散步了功夫 玛丽又动手了 食物和杰克 玛丽还是选择了食物 镜头一转 那是西洋家的奔跑 却是玛丽然然绽放的青春 前面有一个本地人在钓鱼 收获还不少 玛丽拿出了保温杯 提议用自己的热咖啡 换他一条鱼 然而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原来 他没想对杰克动手 在他喝咖啡的时候 玛丽接过了鱼杆 一个萧桃的动作 甩了出血 玛丽说 他小时候 父亲经常带他去钓鱼 一待就是半天 他的思绪又飘远了 男人一口喝掉 脑子就开始迷糊了 在着玛丽冷冷的眼神里 男人一头栽了下去 或许是冰冷的海水 刺激了他 面对挥舞人发战的玛丽 男人奋起反抗 还一度用鱼钩刺伤了他 玛丽跑了回去 拿起男人的小刀 这下主动拳回到了玛丽头上 噗嘶噗嘶 男人浑身是血 再起不来了 玛丽撑热虎 咕噜咕噜的喝了个饱 吃饱喝足 玛丽去海里洗了八点 带着占礼品 一条大鱼回到了车旁 这条鱼够他们吃几天了 两人开心的上路 只是可怜那个钓鱼客了 玛丽带他回了家 墙上的一幅肖像画 引起了杰克的好奇 玛丽说 是他想象中的父亲 从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家 所以才根据回忆 画了这一幅 那个钓鱼客 等到被人发现的时候 已经被海洋生物 啃得乱七八糟 和地狱尸体一样 也被人放干了血 还有一个共同点 胃里都发现了迷药 本地探长提醒到 在之前还有蛤屁的 12个本地人 死因完全相同 这是一个连环杀人犯啊 他们万万没想到 凶手会是个 娇姬姬的漂亮女孩 晚上停尸房里 一个黑影闪了进来 他静止来到了 存放那个钓鱼客的冰柜前 刚打开 就被一个晚上值班的发现了 那人亮出一把匕首 扑呲 然后关灯关门 黑暗里 传来瞬息的声音 而玛丽家里 经过了这一路的相处 玛丽和杰克顺理成当的 隔天上午 玛丽和杰克 把一些新画送到了画廊 其中一幅的灵感 就是来自于 当时杰克宰杀的那条大鱼 老板斯坦小姐 很喜欢这一幅 当看到两人 为了那个甜蜜回忆而亲吻时 斯坦露出了一丝 不易察觉的诡异表情 等杰克去车上拿其余的话 从他们的聊天里 明显是很熟了 甚至应该有过那么一段 下午的鉴赏会上 经理告诉玛丽 她的一幅画很快就被卖了 开门大吉啊 她的话 很多都是脑洞大开 混合人体的器官和海洋 吸引了很多 对此着迷的买家 意外的是 杰克喝了一些酒后 就带着一个女孩离开了这里 还开走了面包车 这让玛丽一时无法接受 敏感的斯坦过来安慰她 玛丽觉得 杰克一定会回来的 在现实啪啪打脸 新欢跑了 还好旧爱还在一旁 对的 就和前两天我姐说的躯干一样 玛丽也是个双心脸 斯坦把她送回了家里 一杯威士忌下肚 斯坦柔情的跟她说 你不需要男人 他们只会让你伤心 在斯坦甜言蜜语的攻势下 玛丽渐渐的再次沦陷 不过啊 这都是假象 趁斯坦帮她去放洗澡水的时候 玛丽又滴下了那致命的米药 斯坦根本不知道啊 她以为今晚又能抱得美人归了 大浴缸里 她把那杯酒一饮而尽 随后就一阵眩晕上头 玛丽哭着跟她说 对不起 然后就把她给吸干了 等探长们赶到的时候 玛丽已经溜回了画廊 她有种完美的不在场之名 大家都没有看到她离开 虽然听着有点离谱 但探长还是信了 对斯坦为什么要去她家里 玛丽也是表现得一头雾水 对于刚回到家的杰克 探长们却起了疑心 因为很多人看到 杰克在走的时候和她说了话 杰克承认是斯坦 让她晚上去送一个雕像 送到了地方 那里却一直没有人一门 她也很委屈好吧 看样子是那个斯坦骗了她 眼看问不到什么 探长就让杰克暂时不能离开这里 有什么情况要及时通报 探长们走后 知道杰克并没有去寻花温柳 玛丽一颗心才放了下来 给了这个受了委屈的男人 送上了爱的抱抱 过了几天 一个被小伙伴丢下的女孩 搭上了一辆陌生人的车 开车的 这是那个夜闯停尸房的男人 女孩主动搭上了几句 男人都没回 女孩拐进了一条岔道 女孩才反应过来 对着外面连声求救 可谁都没有听到 男人撂出匕首 一道次来 女孩好险跳了下来 逃到了丛林里 一个在前面跑 一个在后面撵 经典的好莱坞 密林眼上镜头 女孩躲了起来 第二天 玛丽从报纸上 看到了被害女孩的报道 她的当下闷得一颤 竟然还有人跟她一样 喜欢上人放血 杰克不明白 她心里是怎么想的 只能尽力地安慰她 没想到当晚 男人先一步找到了玛丽家里 对着墙上玛丽父亲的画像 看了好久 这时候玛丽他们刚好回到家 一进家门 玛丽就觉得哪里不对 机械鬼的本能 让她嗅到一些什么 电话响了起来 对面是一个男人 他喊着玛丽的名字 不过随后就挂了 玛丽疑惑不已 第二天更诡异的事要来了 两人在山顶踩风的时候 变得车子快速驶来 一下子撞倒了玛丽的画架 杰克气不过 开上面包车就跟了上去 男人轨迹地躲在岔路里 等杰克开过 一流烟开了回来 最后男人要拉下面罩的一刻 杰克赶了回来 男人急忙溜走了 杰克建议马上报警 玛丽却哭着说 不行 杰克也拿她没办法 过了几天 就是里约一年一度的狂欢节了 玛丽和杰克也过来嗨皮 男人又行动了 他偷偷地干掉一个狂欢者 穿上了他的衣服 狂欢的人太多了 就像下饺子 玛丽和杰克被人群分开 这正好给了男人机会 他想要带走玛丽 他拼命挣扎 最后逃到了外面 在跑过一个墓地时 一个绝目人倒了眉 无辜躺了枪 但这也给了玛丽机会 人们涌了过来 玛丽得以逃过了一劫 发生了当街行凶案件 可不是玛丽说不报警 就能糊弄过去了 杰克作为两件案子的当事人 毫无疑问 他有着很大的嫌疑 从他前段时间的轨迹来看 跟那个海边的钓鱼客 还跌上了 无难没有证据 只能先放他们走了 探长决定 派人跟踪他 当晚 或许是 搭了那么多人有所愧疚 又或是好久没有喝人血 玛丽在床上 翻来覆去的难以入眠 旁边先后的杰克 对他的吸引越来越大 他痛苦地揉搓自己的秀发 以此来抵消对鲜血的渴望 最后还是下了床 杰克被他惊醒 见他这么痛苦 还以为是被那个沙热魔侵扰的 就只能答应了他 现在就走 离开这个地方 房子外还有一条线 两个探员被派来跟踪 其中一个看到玛丽要走 也顾不了那个去把分的探员 急忙跟了上去 另一个探员意外地撞到杀手 被他一拳轮倒 起枪上去 还是被他给跑了 开了一晚上的车 天都亮了 杰克喝了昨晚玛丽煮的咖啡 渐渐地就有一些上头 玛丽还是对他下手了 停下了车 玛丽把杰克拖下来 艰难地弄到了草丛里 后面 杀手和探员的车 也一前一后跟了上来 在一阵公路狂飙和枪战后 探员一头撞到了马龙牙子 杀手停车 快步过来 一刀刺血 好险 探员旁边了一段 下车拿枪准备好 杀手及时二来 探员几枪上去 穿枪命中 车子直接失控 一头栽了下去 发生了连环爆炸 看回玛丽这边 他最后深情地看了杰克一眼 拔出了发扇 准备动手了 那突如其来的爆炸 打断了他的动作 杀手被撞飞了老远 探员慢慢地走来查看 没想到杀手 猛然挥舞起匕首 叽里咔嚓 这个杀手的命 真是够硬的 新鲜的血液 一点都没有浪费 喝完一抬头 玛丽正好赶到 杀手喊着玛丽的名字 撵了上去 把他逼到了一块巨石上面 玛丽这才看清 杀手竟然是 自己从小失踪的父亲 父亲告诉他 就是因为无法抵抗 对于鲜血的渴望 他才忍痛离开了家 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 他的这张丑脸 就是玛丽的未来 原来这个嗜血病 是家族遗传的 能结束这个痛苦的唯一办法 就是杀了他 然后他自杀 父亲慢慢地靠近 就到这时 杰克晕乎乎地醒了过来 他摇晃地跑去 想要用石块去砸他 却还是被他刺到 滚下了山坡 父亲把目标转回了玛丽 玛丽惨叫连连 腿都吓软了 接着父亲就要得手的时候 密集的枪心想起 他的最后一声 也终于解脱了 是杰克捡到了探员的枪 救下了他 看到鲜血 玛丽再也控制不了 他甩下了杰克 扑上去就是一顿啃 杰克去拉他 玛丽已经射了彻底颠狂 杰克中刀 黄黄地倒下 玛丽扑了上去 镜头一转 警方已经结案 父亲作为连环凶手 被献上伏法 没人怀疑到玛丽 他即将踏上新的彩风 和寻血之旅 派特 点击寄送 一部美国和墨西哥合拍的 超现实吸血鬼片 完全跳脱于 以往的同类型片 喜欢吸血鬼片的可以一看 可惜的是 这又是不需要一嗓子的女星 克里斯蒂娜 费拉尔长了一张 精致到极点的脸 高挑的身材 也是足够模特起步了 可惜 就是只演了这部惊悚片 不过 在我带选的200部电影里 相信你直呼挖菜的机会 还会有很多 我是艾伦 一个想当个正常人的吸血鬼阿婆 哈啥 我是雷吉子 我们下位